嗨,大家好,我是Rose,我又来了 昨天啊,就是做了一个节目 我朋友,好朋友,卖出了移民的第一步 然后呢,有观众说 哎呀,石老师,我们这个 天天都想多看你做的节目 好吧,那我今天再做一个 今天,对,今天我就要说一下呢 这个病毒的事啊,奥密克戎 哎呀,现在这个奥密克戎啊 真的是啊,大家可能在国内的新闻里边 看到了美国,多么多么严重 是吧,日增多少多少多少啊 然后呢,是挺严重的 真的,对对,真的是挺严重的 这一波的确是来势汹汹啊 但是呢,这个,哎,我们我们 我一边一边在讲呢 一边还在撸猫啊,我们坦坦 你们要想看坦坦的话 我那个视频里边有 呃,一个那个坦坦的惬意生活 你可以看啊,都是关于她的 大部分都是关于坦坦的 哈哈哈,啊,哎,真的是挺严重的啊 这个,我男朋友Steven啊,他就是这个中招了 哈哈哈哈,啊,可能有的人说,师老师你心可真大 你男朋友中招了,你还谈笑风生的啊 哎呀,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啊,这个阿米克戎比流感还要轻很多啊 啊,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本地的啊 他昨天啊,前天我们打电话啊 他也是,他也是在这个,呃,元旦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也是中招了啊 然后呢,就是啊,就是,呃,他说,哎,这段时间没有联系啊 啊,因为我中招了,呃,就是在家里正好也放假嘛 啊,然后也休息了一下 呃,就是啊,我们常见的感冒的症状啊 啊,这个,呃,喉咙痛啊,呃,咳嗽啊 啊,然后,有的人流鼻涕 哈哈,啊,我男朋友有意思 我男朋友当时是,他也是在元旦的时候啊,中招的 但是他是在那个,他圣诞节之前,他到我这来了 本来是打算过完,过圣诞节啊 然后结果他因为他对这个,坦坦猫啊,过敏 他过敏比我要严重啊 然后啊,就是啊,非常非常的难难受 然后就咳嗽啊,然后咳嗽呢 我跟他说,我说呢,我可以给你啊,弄点治咳嗽的药 哈哈哈哈,咱中国人嘛 就是咱们中国人都是自己被药,是吧 然后,呃,这个小小毛小病自己治疗嘛,是吧 而且我啊,自己带孩子,是吧,然后自己啊,嗯,那个,嗯,这种啊 感冒咳嗽,是吧,就是小毛小病啊,手到擒来呀,是吧 我,这可不行,突破了他的底线,哈哈哈哈 他觉得,怎么可以呢,是吧,你又不是我的医生 哈哈哈哈啊,你,你怎么可以给我弄药吃呢,是吧 啊,我要去,我要找我的医生,然后呢,呃,结果先打电话呢 说那个,他,他是在纽约啊,纽约的医保,在我这边还不能用 啊,完了,然后呢,打电话说,让他去测COVID,把他气坏了 说,我是过敏,哈哈,然后呢,有点着凉啊 我自己很清楚,你让我测什么COVID,说那你不测COVID,你就去医院 啊,去医院的话,大概要个五百美金,哈哈,然后呢 他说,我不去,我,我还是,呃,等我过完圣诞节,我回纽约啊 去找我医生啊,我可能要,要吃抗生素 我说,我这里有,哈哈哈哈 我说,我这里有抗生素 哦,baby,那,那是非法的,我不能吃 哈哈哈哈,啊,然后,我说那你就回去吧,回纽约吧 别,别在这儿那个耗着了,是吧 这个,整天哦,特别是晚上咳嗽咳嗽,一晚上都睡不好 啊,然后他说,不,我要陪你过圣诞节 我说,你别,别,我说你两个选择啊 那,要么你就吃我给你配的药,哈哈 要么你就,啊,这个,你要是吃我给你配的药 你就留在这儿过圣诞节,啊,然后你要是不肯吃 我给你配的药呢,你就回纽约啊,然后他 哈哈,信,这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哈哈哈哈 嗯,他,他就,啊,那,那,哦,垂头丧气的回去了啊 在路上,待会儿,马上就要圣诞节了 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你给医生打一下电话啊 问一下医生,约一下,我别,别那个,明天你要去看医生 那边有没有时间啊,他说,哎呦,多亏你提醒我了 结果一打电话,医生说,我们要多放一天假 那,然后医生就给他这个,啊,诊断的啊 就是通过线上诊断的,然后给他把药开好了 嗯,放到他指定取药的药房 等到他回去了之后,他自己去药房里再取那个药 结果吃了这个医生给开的这些药 还是,还是咳嗽,其实啊,就是,因为其实咳嗽确实是 呃,不好好啊,对,我当中,呃,我还脸红带片呢 让他吃了一袋小青龙颗粒啊,然后给他看 我说,我说这个是那个纯自然的啊,天然的,natural的啊 啊,植物的啊,然后他,好吧,那就,啊,就就吃了一袋 吃了一袋啊,就是管用了半个小时啊,这个啊,然后他吃的时候 他说,哦,我知道了,这是ginger啊,就是是姜啊,他说他相信我没有骗他啊 啊,然后回去了,还是,还是咳嗽,吃着药还是咳嗽,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呢,再吃一点布洛芬会有,啊,呃,配在一起吃 然后他就跟我说,不可能,为什么要吃布洛芬,布洛芬是疼痛啊,什么的 我又不疼,我不吃,哎,怎么说都不行啊,后来 不肯吃,直到他后来把医生给他开的药都吃完了 啊,然后还是咳嗽,然后呢,这个,呃,还跟我说,我说 你有布洛芬吗,有就吃,吃两片,试一试 相信我,我说,我把女儿从小养到大,十几年,有任何毛病 我都帮她配药,她都能吃好,你要相信妈妈的话 然后,她可能是实在是咳的难受啊,然后爬起来吃了两片 啊,然后过了不到两分钟告诉我,说,哇,真的怪我,我感觉好多了 然后我说要多喝水,她,我马上就在,就去烧开水 我现在正在烧开水,一会儿我去喝 然后觉得舒服多了,好多了 但是呢,呃,她去,呃,去哪儿,在干什么去 呃,过了两天告诉我,说我不咳嗽了 我开始流鼻涕 呃,说开始流鼻涕 我说你流鼻涕是怎么回事 她说,哎呀,这个纽约大街上看到的都是那个检测COVID的 我说那个,你也去测一下吧 我说你,你是不是那个啊,就是外出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被感染了啊 那她说好吧,那我就去测一下 然后测了一下 测了一下,当下测出来,那个测了结果啊 那个医生说是阴性的 等到她回到家,医生给她打电话,说是阳性的了 她说,那个扯淡呢 然后呢,我说那你就还接着吃两片那个菠萝酚啊 然后多喝热水 然后这个,多休息 然后她说没事,她说就是流鼻涕啊 她说我,她不咳嗽了 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其他的啊,什么啊 不舒服,就是觉得有点冷,但是也没有发烧 就是感到感到就是啊,就是受凉了那种感觉 然后过了两天啊,她说她要去加班 我说你怎么要去加班啊 我说你不是那个COVID测出来了吗 我说她说那个,这个老板呢,给我打电话啊 让我一定要去找不到人啊 然后我负责这一块没有人能坐 她说当然了,我肯定是,她给我打电话 我是先跟她说的这个 她说老板说没事,只要戴口罩就行了啊 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的就是 这个美国人啊,就是他们对待这个奥米克戎啊 就是非常的淡定啊 对,无论是我男朋友啊 还是我在这个我这边的这个朋友啊 还是我男朋友他们的这个同事啊 老板啊,是吧 都非常的淡定 还有前两天她跟我讲她,她前女友 她说也,对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她说也是COVID了 COVID了,然后呢 但是要乘飞机 就是已经COVID了有这个大概一个礼拜了吧 然后说要乘飞机啊 然后呢,说 那个自己说啊,我再去测一个吧 然后呢,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啊 没有任何症状了 然后说再去测一个吧 然后测了之后是阳性 然后她女朋友,她前女友啊 就给她发牢骚啊 就是说,这个,这怎么办呢 这是不是要追踪我 还能不能坐飞机啊 然后,然后她,她又给她说 她说,你又不是在中国 是吧,这都是正常的 你只要戴好口罩就行了啊 她说那一飞机上不知道多少人都感染了呢 整个的那个纽约这个大街上啊 就是那个检测的啊 这个都是哪儿哪儿的那个队都排的 就是老常啊 那你检测完了之后 你如果是阴性啊 然后,你就是阴性了 如果是阳性,你就是阳性了 就是确认一下 其实人们的正常生活是不受任何的影响的 哎,我们国内的朋友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啊 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这边这个查出一例来是吧 这个整个小区都得封锁 然后,所有的人都得拉出去 然后,集中隔离啊 其实大家会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 肺移所思的事情 不是吗?你说我们乘飞机的时候 乘飞机的时候 这个一个一个离着啊 这个这个社交距离多远是吧? 然后当中可以过车一样 然后上了飞机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紧挨着 哈哈,那没事了 然后呢,还有我们去餐馆里吃饭也是 啊,去餐馆里吃饭 啊,这个进餐馆的时候戴着口罩 是吧,还要测个体温对吧 然后坐在那儿 然后该吃饭了 所有人把口罩摘下来开始吃 那你吃饭的时候就没有病毒了 哈哈,特别是有意思是吃火锅的时候 是吧,然后你要去那个添点料了 然后还得把口罩再戴上去添点料 然后添完了料回来口罩摘了接着吃 哎,啊,如此荒唐的事情啊 就在我们生活中上演 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了 哈哈,啊,真的是 啊,就像我们那种拉起来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 然后多少人挤在一个地方 然后在集中隔离的过程中 所有的人密密麻麻的排队上车 还有那种集中的进行核酸检测 我的天,人挨人人挤人核酸检测 我搞不懂 这真的是啊 哎,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不是控制病毒 是控制人 这个病毒啊 说实话已经变种到这种程度了 它已经与人类共存了 要不与人类共存 它也没法存在了 不是 哎呀,所以啊 无论是啊 这个什么体制的政府 现在什么强制打什么第三针 甚至有个地方打第四针啊 什么疫苗护照啊 什么等等啊 它的目的都不是控制病毒 而是控制人 那么所不同的是呢 就是啊 有些国家啊 这个人他不愿意被控制 他控制不住 啊 所以呢 你看那个欧洲很多国家 他们都啊 这个 你不让我 我不来疫苗 你不让我工作 我就辞职了 是吧 哎 然后呢 还有人们就上街去抗议示威 那么而美国因为是联邦制嘛 它是一个州 一个州的立法 那么前前前几天那个拜登啊 就是这个强制疫苗令也被这个最高法院判为呢违宪了啊 然后还有各个州不同的州啊就是呢呃施行的啊就是有的州就没有口罩禁令 有的州就没有疫苗护照 有的州呢就有 然后有的州呢就是啊 啊你没有打疫苗你就不能进餐馆 是吧 啊有的州呢就无所谓 所以他美国呢就是各个州跟各个州都不一样 哎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啊 这个啊 不管是啊 是德尔塔 还是奥米克戎啊 是不是 还是原始版本的COVID 还是今后再怎么变异 最后变异变异变异 到最后 其实 啊如果老百姓们要听认他这样不下去的话 那就是变异出更多的集权政府来 哈哈啊 就是对人人身自由的更大的控制啊 那么啊 明明的已经是一个啊 就是他的伤害性 可以说都已是弱于流感的这样的一个病毒了 现在啊 还引起如此大的恐慌 好什么熔断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你说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你感染了肯定还是很难受啊 是吧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保重啊 多保重 如果你感染了 试试两片布洛芬 多喝热水 多吃 多吃这个蔬菜水果 多睡觉 多休息 多吃 多吃 感谢观看